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代的发展 古代人对厕所的规划还是比较合理的 抛除古代科技限制等因素 古代人十分注重厕所的建设 比如莫子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讲到 在守城时 城墙上每五十步就要配备一个厕所 让士兵们在站岗的时候就能够快速解决内疾 而且在城市被围困时 粪车无法正常出城 修建在城墙下的混就起了作用 全城的人集中来到此处方便 如此一来 既让分别得到统一处理 又有效抑制了瘟疫的滋生 其实 早在先行时期 人们就已开始将厕所修建在桌圈之上 这样可以将人的排泄物与猪的排泄物一起处理 十分省事 而不养猪的人家 则会在空地上挖一个非常深的大坑 在上面盖上板子 从板子上掏空一个大洞 人们可以在上面解决问题 古代人对于厕所的重视程度很高 可是 几千年却始终未解决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女厕所 古代男权思想盛行 女人进入厕所如厕 是举止不当的表现 时至近代 人们思想开放 女厕所这才被修建在了城市之中 解决了女性出门男的问题 放到现在 如果发生男同志闯入女厕的事 倘若不是这个男同志的势力有问题 那么 他绝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这种人若是被大火载到 必定会被揍着半死 可是 若将时间倒退各八九十年 男人进女厕所 方便 确实经常发生的事 倘若大家能翻到1931年的各类报纸 你就会明白我的所言非虚 那么 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男同志能大有大板地走进女厕所呢 是他们的思想有问题 还是民国男人的视力水平低 其实都不是 是一 为男同志经常会误闯女厕 在民国中期之前 虽然厕所这一公共设施在城市中普及 但是 所有的厕所均为男厕 这也就导致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大城市开始普及女厕后 已经习惯了城市中所有的厕所 都是男厕所的男同志 还会按照惯例检测究竟 如此这样 许多尴尬就在这时发生卡 而且是十分的普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 大街上根本没有女厕所 那么 女同志如何解决内疾呢 答案是用马桶 而且 还必须在自己家的卧室之中 对于马桶最先做了详细文字记载的是 北宋时期欧阳修的归田路二中的木马子 词原中也对其解释为木制的马桶 当时 并没有像现代这样 遍布城市的排水系统 所以 民国时期的马桶 也不是我们日常见到的抽水马桶 而是用木头或签做成的如测工具 讲究人家的马桶还配备盖子 不讲究人家的马 桶就真的只是一个桶而已 古代民间使用的马桶 就是一种带盖的圆形木桶 用桶由获上好的防水珠漆加以涂抹 曾经的老百姓也不会在盖房子的时候专门盖一个卫生间 所以 女同志们只能把马桶摆在自己的房间之中 红楼梦中的恒无怨 萧香管是不是听起来十分高端大气 其实 这些大户小姐们的闺房角落都摆着一两个如厕工具 由于 这些大家闺秀们身体虚弱 怕臭味群坏了身体 所以 在方便的时候 让丫鬟从旁伺候 先是点上一炷香稀释臭味 然后 用一道布帘子遮住避免走光 其实 除了大户小姐们外 她们的女仆丫鬟 基本都是用马桶解决生理需求的 毕竟 大户人家有许多规矩 厕所只是建给男性使用的 倘若 女人使用厕所在当时看来则是一件伤风外族的事 倘若 您逛过大观园 那么 你就一定知道偌大的府邸 中仅有东北角有一间厕所 而大观园中的女圈和整日混在女人堆中的假宝具 绝对不会来此处方便 她们在院则里玩耍的圈子 不想走回房间方便 就随便找个被人的假山东或者花丛草丛中方便 结束后 再安排屠人们前往收拾残局即可 并且 民国前妻的女大学生们 比如 金陵女子大学和全国师范专业的女孩子 她们的宿舍中是没有厕所的 不论是独立或者公共的都没有 她们的罗策工具往往就藏在自己宿舍的床底下 某些家静音时的小姐们通常会带着老马子上学 这些老马子除了每天要照顾小姐们的饮食起居 还有一项极为关键的任务 那就是 到马桶 既然 城市中根本没有为女同志准备的厕所 马桶又只能摆在卧室中 若是出远门该怎么解决生理问题呢 答案就是 把马桶也带上 民国时期的美女明星陈燕燕 她在拍戏时 汽车上必备两样物品 一是化妆品 方便在装花了的时候随时补装 二是马桶 在外出的时候可以随时拎着找一个 没人的房间锁上门方便 陈燕燕前辈的做法 其实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倘若 我们生活在一处交通拥挤 经常堵车的城市 在后备箱中准备一个马桶 那么 绝对能解决这一级手的问题 参考资料 机警杂技 古代厕所简史 马桶的演变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